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不管是什么黄金,我们只是要用一根针 针甲黄金立马就现圆形 您要是学会了这种辨别方法,收拥一生 看完之后,赶紧把家里的黄金首饰拿出来 辨别一下针甲吧 佩戴黄金首饰,不仅能够保持针指 还能够为你增添富贵气息 让你整体气质显得高贵又大气 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配戴黄金 有时候作为一种饰品,用来搭配衣服也特别的好看 黄金虽好,但是购买黄金首饰的时候就会让人头疼 因为现在一些不良商家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利用造假手段,造出来的假黄金 形象逼真的让人一时难分真假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分辨真假黄金的几个小技巧 方法简单又实用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方法一,听声音变真味 我们去购买黄金的时候呢 可以将黄金抛制于质地印的地方 比如桌面或者是地面 黄金落在地上 声音略显沉闷 有声而无韵 俗称死声 不像其他金属清脆而有余声 而且扔下去的时候 真黄金也不会有弹力 或者是弹力很小 感觉会有一些沉醉感 沉淀电倒 不会弹跳无数次 如果是假的黄金 我们往下扔的时候 会发出比较清脆的响声 没有这种沉闷感 而且扔下去的时候 感觉它就一直弹跳 那么就要注意了 很可能是纯度不足 或者是假冒为虑产品了 买到这样的 可就花冤枉钱了 方法二 我们可以用一根针来辨别针尾 黄金的质地是比较柔软的 硬度也比较低 即使是做成了手饰呢 表面也很容易出现划痕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根针 在黄金的表面滑动 一般针的黄金 在我们即便是轻轻滑动之后 黄金的表面都会划出一些浅痕 或者是印记 而如果我们用针头 或者是用指甲划完之后 黄金的表面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或者是表面非常硬 根本划不动 那么基本就可以断定是假的黄金了 或者是一些纯度非常低的黄金 购买时就要注意了 方法三 火烧鉴定 俗话说 真金不怕火来炼 我们可以利用火来辨别黄金的真假 虽然金子的溶点确实不高 但是金的化学稳定性很高 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不必担心会氧化变色 即使是在溶点状态下 也不会氧化变色 冷却过后 找氧金光闪闪 想要自己在家辨别 可能这是最简单 也是最明确的方法之一了 看看 我们烧了过后 擦拭过后依然散亮 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而如果黄金表面的颜色发生了变化 出现不同程度 出现变黑的情况 那么就有可能是假的黄金 或者是橙色比较低的黄金了 如果自己不会烧 像卖黄金的地方 有一种火腔 是专门用来练黄金的 也可以让人家鉴别一下 只是要在烧的时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把黄金收拾给融变形了 只要把黄金烧红了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方法四 适应度 真黄金的橙色越高越柔软 假金则不会有这种效果 因此我们不管是用手捏一捏 还是用牙轻轻的咬一下 都可以去试探是否是真金 以上的方法您都学会了吗 虽然这些方法呢都很实用 但是也局限于有些地方使用 因为感觉不管是哪一个商家 也不会让用这些损坏黄金手拾的方法 来鉴别黄金 所以我们还要学会以下两点 就基本买不到假货了 1.黄金首饰两个酒以上都属于竹金 去买过黄金首饰的人 恐怕都遇到一些不良商家像这样对你介绍过 要是买竹金 它里面会分为四个档次 每个档次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分别是两个酒 三个酒 四个酒 五个酒 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竹金 千竹金 万竹金 每个档次的含金量不同 价格也是不同的 酒越多 纯度越高 价格越高 这样一说对我们这些小白来说 听起来感觉还蛮有道理的 其实真相是 这是商家的一个营销套路 黄金管控是很严格的 只要含金量在99%以上呢 竹金含量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 可以忽略不计 无论是三个酒 四个酒 五个酒 都统称为竹金 售卖和回收的价格是一样的 他们之所以给你分出档次 目的呢就是为了多要价 所以当你购买保值 价值高的黄金首饰的时候 只要购买竹金的就可以了 二 学会看字印 贵重珠宝首饰国际呢都会有规定 就是在你买的首饰上呢都会有字印 戒指和手桌一般都在内侧 而项链呢一般都标明在M扣上 也就是说前面的符号 代表着不同的材质 后面的数字呢就代表着不同材质的含量 就比如说拿黄金戒指和项链来说 它的内侧都会标有 AU999或者是AU916等等 AU代表的就是黄金 999代表的就是含金量 在99.9%的主金 同样的道理 AU916呢就是 含金量是91.6%的22K金 买竹金首饰的朋友要注意 有些不良商家就抓住你不懂行的弱点 有时会把颜色和竹金相试 含金量却相差不大的22K金 以竹金的价格卖给你 所以学会看印记很重要 那如果首饰上呢找不到印记 就很有可能是镀金的 总之买黄金首饰 只要做到以上的这几点 基本就不会买到脚的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您都学会了吗 每天学会一两个小技巧 对自己也是一种保障哦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瑶瑶 我们下期再见啦